醒目一响啊,咱们是即刻开书 昨天呢,我给您讲了一个藏传佛教格鲁派 也就是皇教喇嘛的故事 咱们这段书啊,进入到这个藏传佛教的皇教格鲁派以后 我们一直啊,基本就是按照达赖喇嘛世系的传承为主线而讲的 那昨天咱们讲的这位僧人呢,他的身份呢,就是很奇特,很有意思 虽然在正史上啊,他不被承认为达赖喇嘛 但是谁也不敢说,人家就没做过达赖喇嘛 他就是拉藏寒在废除了苍阳家措以后 又另立的一位六世达赖喇嘛,名字叫做阿旺伊西家措 那么昨天咱们关于啊,这个策略他为达赖喇嘛的这个前后故事啊,已经讲完了 实际上啊,这阿旺伊西家措作为达赖喇嘛呀,是一个非常扯的事 闭着眼睛算呢,他也不符合达赖喇嘛世系的转世遗轨 可是就是这样,哎,这藏王首先说他认可 那就是自然呢,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藏王拉赖喊他主持的 那其次呢,就是这个大清朝康熙皇帝他也认可 至于是什么原因呢,昨天咱们也聊了,那就是这会儿他需要利用河硕特韩国这位韩庭大韩来牵制北方的准干尔韩国的大韩策往拉拉布坦的势力 康熙皇帝敏锐的观察到了一点啊,这会儿这河硕特韩国韩庭的拉赖喊和准干尔韩国大韩策往阿拉布坦不和不睦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其实这事就得往前呢,倒两年,就是1706年的春天 这准干尔韩国的大韩策往阿拉布坦呢,他有个耳闻 他听说呀,这六式达赖喇嘛参加醋已然被这个拉赖喊软禁了 下一步啊,就是拉赖喊要废除这位六式达赖喇嘛 那这会儿的策往阿拉布坦呢,可能是症犯病 因为这个策往阿拉布坦大韩子,他身有恶疾,他是一个煤毒病毒的携带者 他就突发奇想的琢磨出这么个主意来 他说六式达赖喇嘛参加醋,既然你不乐意要啊 那还不如啊,我把他迎接到这个伊林河谷 在这儿啊,给我做活佛,我来供养他 于是啊,他就给这个和说特韩国的拉赖喊写的封信 他说你啊,能不能让这个六式达赖喇嘛呢,来到我这个伊林河谷 也就是晋江弘法呀 那为什么我说他是犯了病了,才想出这么个主意来呢 这是不可能的 无论这拉赖喊呢,对这个六式达赖喇嘛是什么态度 是废与不废,是拥立也好啊,还是废除也罢啊 都不会把六式达赖喇嘛给你和说特韩国的 那天下人这会儿都知道,桑杰加措利用武士达赖喇嘛的名义 号令天下呀,十五年之久 他要不是把达赖喇嘛的名号摆在前头 哎,这天下的信众知道他是谁呀 所以这会儿拉赖喊他明白,把这个西藏教廷 以及啊,这个达赖喇嘛攥在手里啊 那就是天下的令主,这叫邪喇嘛以令诸侯啊 于是这侧王阿拉布坦呢,向这个拉赖喊所要达赖喇嘛不成 哎,这两边啊,心生嫌弃 自然这两国之间就有了矛盾了 就因为是这样,所以这康熙皇帝啊,才支持拉赖喊 在拉赖喊与侧王阿拉布坦之间的矛盾上啊 又巩固了一下,册封了拉赖喊为义法公顺寒 并且默认了他所策略的这位六世达赖喇嘛 那我们也知道啊,站在拉赖喊的对立面呢 就是西藏三大寺,以及这个青海诸部王公 那么说这康熙皇帝为什么没站到他们的一边呢 因为这个西藏三大寺嘛,他代表的是西藏格洛派教廷 无兵无权,这会儿在康熙皇帝心里啊 他是这么想的,谁做达赖喇嘛呀,倒是无关紧要 他主要要的就是,这一地区一定要和平稳定 不打仗的时候,拥护中央政府远离准个二韩国 一旦打起来啊,就得和中央政府拧成一股蛇 一起啊,进攻准个二韩国 比起这拉赖喊来啊,青海诸部的蒙古王公 对这个中央朝廷的态度啊,相当的模糊 反之呢,对准盖尔韩国的态度倒是比较暧昧 您可别忘了,当年呢,这盖尔丹可就把自己的大女儿 嫁给了青海王公 也就是说人家两边啊,是世代联姻的关系 那么说这青海诸王公和这个拉赖喊他是什么关系 这个和说特韩国呀,这个太祖高皇帝呀 也就是创始人啊,就是顾始汗 这顾始汗的儿子可多了 最后能够分庭抗争的就九支 老大一支就继承了他的韩位 来到了拉萨,坐住了韩庭 理论上讲啊,是整个韩国的最大头人 也就是最大的一个韩王 掌握着魏藏、安多以及康藏地区 这个安多呀,和康藏地区的这个蒙古王公啊 一共分为八位 再加上韩庭这支啊,一共是九支 理论上呢,大事上面啊,都得听这个和说特韩庭这个韩王的 就是啊,第一任的故事韩往下排排排排 到现在的拉赖喊 可是蒙古政权就是这样 每个韩王啊,都是人强马壮 所以说谁能听谁的呀 他们早就看出来谁掌握教廷啊 谁就能坐稳政权 所以说你拉赖喊立了这么一位达赖喇嘛 我们是坚决不同意 如果按照正规仪轨咱们商量的来 你立的这位达赖喇嘛呀 哎,他肯定向着咱们大家的权益 你搞的这么一位达赖喇嘛 是你的私生子 那以后他肯定只听你一个人的 所以这蒙古朱王公啊 就除了这个韩庭的大韩之外 剩下一律支持森大寺去寻访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家措的转世灵童 并且积极的寻求和康熙皇帝改善关系 当然了 就在前两年 他们也亲眼得见 这个嘎尔丹得罪了康熙皇帝之后啊 没有好下场 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 不惜花费大量的国际躺银 牺牲众多的巴西官兵 也要征讨嘎尔丹 所以说呢 就在1679年 这帮蒙古王公和商量了 说咱们不能广看着呀 这拉赖喊和这个清政府搞好关系 咱们也赶紧组织朝圣团 进京朝圣吧 于是就在这一年呢 组织了一个这个大规模的朝圣团 由谁带领呢 由顾世函的十儿子 达什巴图尔 还有啊 就是注目阿拉善一带的一位头人 名字叫做 和罗里 进京朝圣 去参拜这个康熙皇帝 去就不白去 达什巴图尔啊 就被封为了和朔亲王 哎 这个和罗里呢 就被封为了多罗贝了 这帮青海的蒙古王公啊 他们就觉得呀 哎 和这个中央政府和康熙皇帝的关系呀 可以算是密切了 于是就更加马不停蹄的 支持三大寺去寻找转世灵童 那么说三大寺这边去寻访 转世灵童 这过程顺利吗 那当然顺利了 要不说还得是那句话 这上帝的就归上帝吧 这凯撒的就归凯撒 你组织打仗防御是你政府应该干的事 那去寻找转世灵童 自然是寺庙是教廷 所以这三大寺啊 很顺利的就寻访到了转世灵童 那他们是以什么依据去寻访着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呢 这六世达赖喇嘛有这么一首诗 诗中写道啊 白鹤夹我意 翱翔在云雨 我将不眼去代礼堂救还 他说白鹤借我一双翅膀啊 我就能翱翔在云端 你问我上哪去呀 我说我飞不远 我到礼堂那个地方啊 看一眼就回来 于是这西藏三大寺就按照这个达赖喇嘛一系的遗轨 在礼堂地区寻访到了 格桑加措 认为这个孩童 两岁的孩童 就是六世达赖喇嘛参阳加措的转世灵童 这西藏三大寺啊 就在礼堂地区建四 就把这位他们所认为的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保护起来了 那现在这事就挺有意思了 这西藏啊 现在有两位达赖喇嘛了 一位呢 就是在布达拉宫的 所谓的六世达赖喇嘛 新任六世达赖喇嘛 阿网一系加措 还有一位就是在礼堂的这位 所谓的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格桑加措 那么说这会儿教民哎这些姓众们他们拥护谁呢 他们肯定是拥护啊 这个教廷也就是拉萨三大寺 他们寻访出来的这位转世灵童 也就是礼堂的格桑加措 那么事情啊也只能就这样僵持着 青海诸王公一时半会儿啊 也没有能力打到拉萨 让他们选定这位达赖的灵童啊 到布达拉宫去坐床 这拉赖喇呢也是如是 因为呀有这个青海诸王公的保护 他也没有能力跑到礼堂 废除苍阳家措的这位转世灵童 可是啊没过多久出事了 1714年的时候 青海和硕特总管亲王达什巴图尔啊 死了 儿子呀就掌握了实权 他儿子是谁 那大大的有名啊 这就是啊没少给康熙皇帝大清朝经 找麻烦的萝卜藏丹精 那么说康熙皇帝这边 这康熙皇帝为了维持这边的这个势力的平衡 谁的面子都得顾忌 首先他觉得呀 这拉赖喇可能啊 是他以后能够倚重的人 所以说呢 在政策上啊 对拉赖喇就有些偏邪 派出了中央访问团 给他所选出的这位六世达赖呀 举行了隆重的座床典礼 可是呢 为了照顾青海王公这边的情绪呀 康熙皇帝又说 这个新上任的这个六世达赖喇嘛呀 太年轻 所以呢 先不能给这个阿旺一夕加措呀 正式的册封 过两年再说吧 可是这会儿啊 有人出谣额子了 谁呀 新上任的青海管事亲王 罗伯藏丹精 以他为首的激进派 就认为应该把这个新选出来的 这个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也就是这位格桑加措呀 从礼塘地区接出来 接到哪呢 接到这个德格吐司的地盘上 也就是德格地区 因为这儿离他们更近 更好保护这位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并且这么做 还有一件事情啊 更方便 就是他们一旦攻到了拉萨之后啊 这格桑加措 就可以立刻跟着他们进西藏 进拉萨去做床典礼 可是这么一折腾啊 康熙皇帝知道了 这康熙皇帝不然大怒 他觉得这帮青海的蒙古王公啊 和西藏三大四 简直没拿自己当回事 我那边啊 已经认可了 拉藏海 寻访到的达赖喇嘛 阿旺一西加措 你们这边还敢去寻访转世灵童 这就是对我权利的巨大挑战 于是这康熙皇帝一到御址下到西藏 就正式承认了阿旺一西加措的六世达赖喇嘛身份 应该是刺了金策并没有刺印 即便是这样 以这个罗伯藏丹精为首的青海珠王公还是不服 他们磨刀祸祸祸整备人马呀 可就要进攻拉萨了 康熙皇帝同时也给他们下了一道御址 说你们找回来这个转世灵童啊 咱们呢也别废咱们也别利 你把他呀送到北京 朕亲自供养抚养 培养成高僧之后再给你们送回去 那这帮高僧啊不同意 这康熙皇帝呢只能忍记吞声的又退了一步 说那既然这样呢就让他移居吧 移居到塔尔寺 青海湖边上的塔尔寺 远离纷争啊也好啊 能够学习成长 这帮青海王公啊还是不乐意 为什么因为塔尔寺啊 虽不是这大清国师张家活佛的主庙 可也是这张家活佛实际控制的地区 他们觉着呀 把这个六世达赖的转世灵童送到塔尔寺啊 和送到北京没区别 这下子康熙皇帝可急了 他说你们呀听清楚了 朕准备了一南一北两路大军 只要你们有进攻拉萨的动向 朕天兵一道是玉石俱焚 你们何首特王公这帮青海的王爷们呢 和当年的嘎尔丹比比 谁的命更用 那这皇上这句话管用了吗 管用了 这帮这个蒙古的王公啊 真害怕了 还就真没敢动兵 并且啊 就把他们选出来的六世达赖喇嘛的 转世灵童格桑加塑 就真送到了塔尔寺去供养 当然了 在那呢 这也不像这帮青海王公想起的那么糟 到那啊 由这个青海当地的诺蒙坎活佛 阿望罗桑丹贝就受了善事戒 那有人说 怎么没受沙弥戒啊 哎 这沙弥戒啊 这诺蒙坎活佛还不敢给受 他不敢自称啊 是这位灵童的老师 那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后来呢 格桑加塑到了拉萨坐床以后 是由武士班禅大师受的沙弥戒 这些事情都落定之后啊 有两件大事啊 咱们明天再讲 什么大事呢 第一件大事就是 康熙皇帝看明白 广是一个达赖喇嘛 在藏区说了算的不是事 牵一发动全身 现在这格鲁派这唯一的大活佛呀 是藏区乃至蒙古地区所有信众心目中的神 虽然啊 没搞过煽动 但是很多股势力为了争夺达赖喇嘛呀 那就会暗流涌动 时不时就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所以啊 我干脆别让他一个神了 再给他添几个 那这个过程呢 是明天咱们要交代的 还有一件更大的事 了不得了 就在康熙皇帝 拉藏汗 以及青海 朱王公 为谁是这达赖喇嘛的真身 而搞得焦头难额的时候 就在他们的北边 准夹尔韩国 趁此机会 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就要进行了 明天的书馆的书啊 那注定的是热闹 大侧灵敦多布 穿过 枪塘 无人区 杀了拉藏汗 是抓获了六世 达赖喇嘛 得了您早 歇着 咱们明天 接着聊